筆記本 電腦 平板 通通出爐 低頭快速記下每一個感動 400多位來自歐美 非洲和亞洲的志工幹部 起居台灣 回歸新的方向 進擊七成 自選虛弱 手術不動 必然接近 這樣說 接下來開始做實際的時候 遇到很多都不會難錯 下來就用自己去幫忙 能勉勉自己 慈濟歲目祝福在加勒比海島國多明尼家舉行 吸引不少西方連孔參與 深邃無關 68歲的本地志工貝羅 在眾多當地宗教慈善團體當中 嘟讀鍾愛佛教慈濟 不參與政治給的是純粹的關懷 身為多國第一大報的記者 貝羅在七年多前認識慈濟 透過各種活動深入觀察 最後文筆一轉四處喘愛 一趟旅程歷經28個小時 再次回到台灣 就算語言不通 仰來翻譯 新的觸動紛紛描描 大一室文章自己的李明華 台北報導